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白龙围岛海洋经济发展 苏林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 关于近期至2030年远期展望2045年海防市发展的决议 至此访问之际 苏林前往白龙围岛上烈士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圈 看望慰问了27号雷达战官兵 出席白龙围岛居民医卫生中心 部分子项目奠基仪式等 11月14日下午 苏林总书记同海防市常务委员会领导举行工作会议 苏林总书记表示 近期海防市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在多领域涌现出许多好模式 好经验和好倡议 值得推广运用 不过在取得成绩的同时 海防市也面临不少挑战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有所放缓 行政手续改革 数字化转型进程 电子政府建设进程等依然缓慢 苏林总书记要求 海防市需要致力于发展成为 现代化国际海港城市 并成为国家的科技教育培训和经济中心 苏林强调 海防市需要做好党建工作 将政治体系朝着金钱 强大高效方向建设 充分发挥带头引领作用 继续完善城市规划 工业规划 海洋经济规划 地下基础设施规划等规划工作 充分发挥现有优势 有选择性的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并为海防市的企业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 海防市要注重疏通制约 当地经济发展的痛点读点 优化经济结构 促进行政改革和投资经营 环境改善取得新突破 预动社特派记者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3号下午 在皮萨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 和小范围会议后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与碧鲁总统 迪纳阿尔西利亚 伯鲁阿尔特塞加拉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梁强重申 越南重视碧鲁的作用和地位 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重申越南坚定实施独立自主 国际关系多边化多样化的外交政策 重视发展与秘鲁的友好合作关系 秘鲁目前是越南第六大贸易伙伴 也是越南在拉美地区的最大投资目的地 梁强建议秘鲁政府制定特殊政策 为越南企业在秘鲁进行有效的合作与投资 创造有利条件 秘鲁总统迪纳·伯鲁阿尔特介绍了秘鲁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政策 希望越南企业参与该港口物流 工业和多市联运中心投资发展项目 双方重申了推动两国双边关系 迈上新高度的意愿 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 应继续促进经贸投资合作 积极谈判签署双边合作文件 完善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框架 秘鲁希望越南尽早在秘鲁首都立马 设立外交代表机构 两国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 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会谈结束后 秘鲁总统迪纳·伯鲁阿尔特主持一事 向越南国家主席梁强授予大狮子太阳勋章 在恰逢两国建交30周年之际 彰显出秘鲁政府和人民 对越南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厚意 以及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高度重视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发布了 关于加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与秘鲁共和国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 见证了冒促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共同会见记者 当地时间11月14号上午在立马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 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今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题为 人民商业繁荣共有20多场讨论会 集中对地区和世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问题 如气候变化世界地缘政治动荡 人工智能革命和创新能源转型 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地区互联互通 推动包容性增长努力和新兴市场的发展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以主要嘉宾的资格 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梁强高度评价企业界的作用 认为乐观 敢想敢做 发现和利用在困难中的机遇的能力 正是取得成功的钥匙 梁强建议进一步加强企业家 尤其是在绿色转型 数字化转型 技术发展 制定世界经济规则和法规 巩固民间交流 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友好中的作用和贡献 梁强指出 越南的蓬勃发展将为国内和国际企业 在贸易 工业 农业 旅游 基础设施 物流 高技术产业等带来许多新机会 越南市场已经正在和将为国际企业和投资者 带来少数地方拥有的优势和利益 当天 国家主席梁强在首都立马 会见了秘鲁各大企业领导 梁强指出 两国企业可进行合作的一些领域 建议秘鲁援助和为越南企业开展的各大项目 特别是数字化转型 数字基础设施供应 智慧城市 网络安全 数字卫生 数字教育等领域的项目 创造便利条件 为完善越南在秘鲁涉及石油领域的项目 移交手续过程 创造便利条件 梁强认为 秘鲁企业应研究 考虑在采矿 有机农产 食品加工和旅游等秘鲁拥有优势 和越南潜在同时拥有 吸引投资需求领域的合作和发展能力 梁强强调 越南承诺为 包括秘鲁在内的外国投资者 赴越长期 有效投资兴业 创造便利条件 至此越南总国阵线传统节日94周年之际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于11月14号上午赴亮山省 文朗县纳层镇第8号居民区出席全民族大团结日活动 范明正在出席民族大团结日活动时强调 团结是越南民族几千年英雄历史的宝贵传统 在党的领导下 这一宝贵传统在争取民族独立 国家统一事业和国家革新 建设保卫事业工作中继续得到大力发扬 范明正强调 民族大团结的力量是越南革命一切胜利的重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范明正表示 在每个居民区举行民族大团结日活动 有助于加强全民族大团结力量 提升越南祖国阵线在西十七的作用 同时也带来崇高的精神价值 丰富了革命意志 彰显社区力量 为胜利完成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任务 做出重要贡献 当天 范明正总理进行实地调研活动 旨在推进亮山省同登至高屏省查陵 和亮山省有一口岸 智之陵两个高速公路项目的实施进度 亮山省同登至高屏省查陵 高速公路项目全长121公里 总投资超过23万亿越南顿 以公司合作形式投资 其中 一期投资长度超过93公里 总投资14.114万亿越顿 力争在2024年内完成 有一口岸智之陵高速公路项目 沿途经过之陵 高路 文廊等线 和亮山市 全长约60公里 投资总额11万亿越顿 施工时间从2024年至2026年 进行实地考察后 下午在高屏省石安县 范明正总理与各部委 地方单位领导召开工作会议 范明正要求投资者和承包商 调动更多机械和人力资源 加快施工进度 提高施工质量 他要求在2025年内 迅速完成这两个项目 并在2026年内 开展同登查零项目二期工程 当晚 范明正总理召开会议 听取了月中有益 有益官智慧可案试点项目 提案陆时情况的报告 请各位观众收看 越南国家副主席 武士应春对捷克进行 正式访问期间 开展的活动报道 应捷克共和国总理 彼得·菲亚拉的邀请 越南国家副主席 武士应春11月13日至16日 对捷克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 武士应春副主席 会见了捷克和摩拉维亚 共产党副主席西姆尼奇 武士应春副主席重申 越南始终重视 并希望加强与捷克的传统友谊 和各方面良好合作 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做出贡献 建议双方加强信息共享 理论和实践问题交流 互派代表团 为增进政治理解和信任 做出贡献 希望捷克 摩拉维亚共产党 继续同越南 加强合作关系 捷克和摩拉维亚 共产党副主席西姆尼奇表示 将积极推动越南共产党 与捷克和摩拉万共产党的 友谊与合作 不断发展壮大 为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做出贡献 造福两国人民 当天 国家副主席 武士应春 会见了捷克 越南友好协会副主席 亚罗斯拉夫 为泰克 武士应春高度评价 节约友好协会 为增进两国人民交往 与接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强调越南国家始终支持 并为捷克 越南友好协会 有效运作 创造有利条件 亚罗斯拉夫 为泰克建议 越南和捷克协调 促进旅游合作与交流 使两国人民更好地了解 彼此的风土人情和文化 重申 节约友好协会 将竭尽全力 为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作出贡献 谷歌 丹马锡和 北安公司 日前发布提为 利润成增长势头 挖掘东南亚优势 2024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 报告显示 越南今年数字经济的主要亮点 包括数字经济保持两位市增长 商品总价值 降达360亿美元 在兼顾的宏观经济基础 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 东南亚数字经济强劲增长 2024年 东南亚地区 数字经济商品总价值预计 将达2630亿美元 利润110亿美元 报告显示 越南今年数字经济的主要亮点 包括数字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 主要是由电子商务和在线旅游带动 复合年增长率16% 商品总价值将达360亿美元 越南的网络媒体行业增长速度 是东南亚最快的 2024年 越南网络媒体行业的商品总价值 有望达60亿美元 同比复合增长率为14% 预计到2030年商品总价值 将达110亿美元 随着越南网约车市场 与国内汽车公司 和新能源汽车的竞争 变得更加激烈 越南交通运输和食品 两个行业的商品 总价值预计将达到40亿美元 增长12% 2024年 越南国际食品工业展 于2024年11月13号 至16号 在胡志明市第七军 西工展览中心举行 该展是越南食品工业 农产品和水产品领域最重要 规模最大的国际冒凿活动 今年展会吸引了来自越南30多个省市和德国 西班牙 欧盟国家 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个单位500多间展位 为帮助企业把我趋势 做出强有力的改变 因满足世界绿色和可持续技术标准 今年展会款家内的系列互动 专门提供有关绿色转型的最新消息 我们已邀请国际购物商来越南参加该展会 让国际购物商亲自体验越南食品领域中质量最好的产品 2024年越南国际食品工业展还设有专门帮助越南食品行业实现现现代化 并提高产品质量技术的展示区 每届展会的亮点之一是越南国家品牌展区 今年展区规模为历届之最 共有40多个展位介绍各种产品 又注意提升越南食品饮料国家品牌的知名度 此外展会期间还举行越南行业与国际进口商的一对一贸易对集会 该展会预计信数千人次直接参加 我们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过明天同一之间再见